今天就是國中小以及高中的開學日了 我們可以看到在台北市萬華區的西元國小門口呢 非常多的家長一大早就帶著小朋友大包小包 幫他們帶了就是便當和文具 然後還有他們的大書包來到了學校這裡 那我們可以看到校門口呢 特別的做了一個充氣的拱門 還有校長特別換上了這個運動風 就是搭上了今年有這個巴黎奧運的熱潮 校長特別換上了這個運動風的足球裝 然後還有我們的家長會長呢 還換上了就是台灣的國球 就是棒球這個棒球服 在校門口拿著牌子迎接學生們 跟同學們一起合照 還有跟同學一些做一些鼓勵 然後加油 因為有一些新生們呢 可能是小一啊或是幼兒園的新生 會稍微有一點點的緊張 所以呢學校這邊呢 也特別的做了像這樣子的一個拱門 上面還擺了兩顆這個充氣的大球 就是小朋友等一下小一新生呢 進來這邊的時候可以來這邊先踢踢球 感受一下這個進學校的這個歡樂氛圍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呢 現在呢現場這邊呢 有小朋友正在跟校長合照 而且合照完以後就要來到這邊來踢球了 帶您來看一下現場的狀況 來 哇 好棒喔 踢球 踢球 來 一來一二三 哇 好棒耶 好棒耶 來 來 換 換姊姊 換姊姊 來 一二三 哇 動心有成功 哇 耶 好 我們可以看到呢 就是小一新生還有幼兒園的小朋友 剛剛非常的厲害 兩個人呢都踢球 射門得分了 然後現在呢爸爸媽媽也牽著他們呢 到了校園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現場呢是非常的歡樂 目前呢也沒有看到小朋友哭哭的狀況喔 好… 是年輕人來 好,有帶了 好… 好,有帶了